大家好,我是张宏森医师 台湾领先国际实施口罩实名制 兼顾防疫及公平性,守护民众的健康 国内疫情现在趋缓了 口罩国家队将持续住内员外 大家依旧可以透过实名制 购买一片五元的台湾制口罩 14天可以购买酒片哦 另外口罩出口禁令也同步解除 可以透过携带邮寄诊方式 将口罩提供给海外的亲友哦 感谢口罩国家队 国军县一级后备人员 中华邮政及协助贩售口罩人员的全力支持 也感谢园警们维护秩序 协助推动防疫工作 台湾疫情控制得以领先国际的关键之一 就是有高口罩覆盖率 请大家持续配合防疫措施 共同保护家园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是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便买嘛 这个阶段资金行情开始引爆的时候 我跟你讲 叫猴子来设飞标 可能都比你赚的还多 所以你会觉得说 就真的随便买嘛 对不对 台积电也大戏啊 是不是 你都不会选股了 去买台积电也大赚 那真实的状况到底是什么 其实只有你自己才知道 对不对 如果你刚进股票市场 进来可能三个月四个月 刚好遇到这一波 从三月底开始这一波的大反弹 你真的会发现 真的随便乱买都会赚啊 对不对 可是如果说你像我们一样 对不对 我做投股老师做15年 对不对 那很多投资朋友 他在股票市场都二三十年的经验 你去想 这种行情会天天有吗 你想今天涨200多点 很多吗 大陆哦 大陆在做水灾 多严重啊 几千万人流离失所 几百人不见蛋 经济损失几千亿 结果呢 上海股市涨快6% 深圳股市也大涨 香港在那边什么港版国安法 怎么样怎么样 言论自由 什么被钳制 涨一千多点 港股哦 涨一千多点 台湾哪很厉害 只起两百点而已 对不对 根本就不需要讲什么 我讲的是现代状况 我不是在讲天方夜谭 你觉得今天涨200多点很多吗 今天涨207点很多吗 开高走高收最高 你去看嘛 上海股市涨了快6% 连南韩指数也涨了35大点 日本涨了400多点 香港恒生涨了1043点 现在还没收盘 哪有很多啊 台股哪有很多 对不对 也才涨了3600多点而已 哪有很多 很快就看到2万了啊 对不对 很快就看到3万点了啊 重点是什么 第二季大涨的股票 也就是已经涨过的股票 接下来第三季谁会来接棒 拜托你做一下功课好不好 第三季有哪些股票上来 有机会去挑战人家9倍啊 5倍 3倍 对不对 你要做功课 整天看没有用啊 每个老师列出来每支股票都涨停板啊 对不对 还有的更好笑的是 直接拿新贵的股票来违规介绍 这样也可以 请问一下主管单位要不要管 可以推荐吗 可以介绍吗 不是都规定好不能讲吗 我觉得很奇怪 对不对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在管啊 反正现在的政治人物只是在忙着 就是忙着在那边改什么 中医要改成台医嘛 对不对 那我问你以后台中医中怎么念 台南医中怎么念 那请问这样全部都改成 全部都改的话 那全部都统一就好了 就一间学校就好了 全部都改啊 我是觉得说根本就不需要这样 那个不是迫切的事情 不是什么什么 要告诉大家说什么 我只是抛个议题啊 你抛那个议题要干嘛 你在替谁抛那个议题 无聊嘛 我觉得就是无聊 吃饱撑着没事做 做得很好是不是 民进党做得很好是不是 哇 那怎么大家都在骂 这盘都没有问题就对了 你看道琼指数这个缺口 有补吗 还是没有啊 那是不是还是要借慎小心一点 我是跟你讲我们做股票很多年了 该充我们也是充啊 各位我们也涨停板啊 对不对 盖牌的也涨停板啊 你会觉得说你自己随便买也都涨停板啊 所以我也无所谓啊 你高兴就好 这个年头你只要有赚钱这样就好了 不要在那边嗨嗨叫什么 你又大赔了怎么样好可怜 对不对 想办法嘛 对不对 上礼拜四九阳 买两次涨停板 起涨第一天 我就跟你讲波段起涨而已啊 第二天差0.5涨停板 被骂啊 我跟你讲哦 都已经赚钱了还被骂 莫名其妙 没有涨停板 我说抱歉 老师要公开道歉 公开道歉 公开道歉 你高兴了吧 对不对 那今天又创新高了 那请问一下 你有赔钱吗 今天19块3 你16块我在推荐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买 人家买100张已经赚30万了 很多吗 没有啊 对不对 台积电都大涨了 对不对 台积电涨8块半 老师 你都没推荐台积电 是不是 还是你还跟我讲这个 老师 中天又涨停板了 109块半 人家 我们都误会韩国瑜市长了 你看人家的合一 359块又涨停板了 赚35倍 赚35倍 人家发大财是发真的 没做市长有什么差 没做市长有什么差 没做大赚 对不对 那你有没有真的发大财 还是说你本来应该发大财 还是说你本来应该发大财 结果后来没有发大财 那重点是什么 重点就是 你关键时刻 该做多你要做多啊 对不对 那你现在指数长很多了 越来越来越 你会怕了 会有一些戒心了 那你就慢慢缩少你的持股嘛 对不对 降低你的持股 降低你的持股 成数嘛 不要说万一一发生什么事的时候 哇老师我现在十几档股票 不知道要输入哪一档要先卖 就不要出现这种事 这样就好了 对不对 创新高也是被骂啊 那你那你比较好你自己做啊 我没有什么意见 对不对 我是介绍你底部刚起来的股票 我不是带你那个飙到天上的股票 对我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会 好 什么时候会下来 什么时候会说啊 那你说老师那这一波你没有做到郁金光 我说对啊 我就是没有做到郁金光 那怎么样 哇很多股票都没做到 你看 今天 讲一句比较难听的 看一百档的股票涨零板 请问现在一百档你都有吗 对吧 一百档你都有吗 也没有 你不可能拥有全世界 对不对 你做股票还是一个心态 我们在有限的资金 怎么样让他极大化报酬率 极大化报酬率哦 然后极小化风险 这个是我们做理财 甚至做分析师应该做的 对不对 我们怎么样帮客户极大化报酬率 对不对 极小化风险 不是把风险完全忘记 对不对 然后就冲啊 随便买啊 一天扣个五档股票嘛 对不对 盖一张 盖一档股票不准 盖三档啊 很多人都是这样干啊 不是吗 你的老师不是这样做吗 你去想一下 你是不是跟到那样的老师 其他我就不用多讲 你自己知道 大概 你跟的哪些老师 都在干这种事情 今天创委掌停板 那我有错吗 也没有啊 那我是不是 57块58块一路以来 我是赚钱 73啊 结束了没 你怎么会觉得结束呢 你看到今天旺九跌 你就觉得我的应该跌吗 旺九涨多少 涨停 涨停 创高压回又涨停 涨停 今天才开始震荡 那预创呢 连续四支四天涨停板 7块值天变11块 那我问你 我有讲错吗 低价的你又不敢买 最高价的翔硕还1700了 那你买得起吗 你买不起啊 对不对 低价你又说太投机 高价的那你说飞到天上去了 请问一下到底问题是什么 对不对 礼拜五也没涨停啊 直接拉尾盘 拍拍手 礼拜四创新高 礼拜三买 三天买四次 礼拜二买 礼拜一买两次 你自己看哦 来来来 你自己看 你看清楚 是不是三天买了四次 都有证据耶 不是给你盖牌而已 直接亮牌 每天成交量一两万张 都可以上车 想怎么买就怎么买 对不对 然后今天呢 先涨停板啊 很奇怪吗 就你买的股票会涨停板是不是 别人买的股票都不能涨停板是不是 是不是买了就上来 是不是买了就上来 我有跟你 我有跟你唬烂乱讲说我买在这吗 没有吧 我这边买的我就是这边买的 对不对 我这边买我就是这边买的 我有说我这边买的吗 没有啊 就这边才买的 那什么样的人有赚钱 你自己要去想 对不对 第三季到底什么样的股票 应该接棒要往上涨 你要自己去核算一下 那基期过高的 我觉得你就是适当的减码 那基期还在低档的 比如说我看好这个 我觉得我看好啊 他就是遇到前波的套牢圈 这边要震荡一下嘛 震荡一下很合理啊 那如果明天上去呢 那你要看嘛 真正的长线是怎么样 真正的长线是这样嘛 他才突破下降压力线而已 今天他来到这里 只是来化解这边的卖压而已 对他只是来化解这边的卖压而已 那他如果上来呢 请问一下你是要赚几百块 赚一千块两千块 还是赚一倍 就是要看你啊 看你对自己怎么样的规划 那你到底要的是什么 对不对 你要的东西如果你感觉到 是阿贤老师讲的那样 我要的是阿贤老师讲的那个东西 那你再来找我 好不好 那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广告啦 有需要的把电话拨通 我们先进广告再回来现场去 谢谢 谢谢 我们今天财经台 守护台湾 守护家园 最艰难的时刻 我们永远与你同在 188 防疫专爱 帮助你守护你的财富 营业头顾 守护专线 02 报1 3366 报1 3366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鼎页头顾全心照顾 02 8511 3366 当您避开投资陷阱 至胜关键 鼎页专业操盘团队为您掌握 鼎页头顾02 8511 3366 使用过的口罩不乱掉 是基本的功德性 这些人说得没错 最近因为疫情的影响 很多人出门都会自备口罩 用后的口罩不要乱丢 应该要像我这样 随手丢入垃圾槽 那口罩可以回收吗 用过的口罩不是自然回收物 随意丢弃口罩 可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告发 除以1200到6000罚还 行政院环境保护署 关心您 欢迎您再回到现场投入观众朋友 今天台股又涨了200多点 那我相信大家都很开心 但是你要注意哦 你要注意哦 不要得意忘形 很多事情啊 是需要时间跟经验来累积的 就像我上半场提醒你的 如果这么刚好恰好 你是这两三个月才进来股票市场的 当然你真的会认为真的不用老实 随便乱买随便赚 但是我跟你讲哦 我们吃饱喝足了 我们会插嘴快跑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 啊你不要到时候有什么 老实我咬不去啊 那是你的事情 你懂我问什么 大家都是成年人才能 进股票市场才能去开证券户 啊不要自己觉得说 怎么应该怎么样 没有什么应该的啦 到底情况会是怎么样 这个盘到底会飙到哪里去 已经涨了三千五百多点 这个盘强到无法想象 接下来怎么做 对不对 你看那新闻那些政 那些政客啊 我不知道他们在骂什么 你看大陆那个长江三峡大坝要毁啦 要怎么冲垮啊 那你是怎样 我听那个言论好像是 你在幸灾乐祸耶 那个一下来那是几亿的人 激激掉 讲的好像哦 不管我们自己的事情 很多台商都在那边设厂 很多台干都还在那边上班 讲的好像 最好大陆的人都GG掉 这样最好 我真的搞不懂 那是天灾耶 可是没差啊 股票大涨耶 股票继续炸的 大涨狂飙啊 对不对 反正股票先涨再说 对 疫情很严重 没关系啊 南非很严重 那南非我们不要去 巴西很严重 那巴西我们不要去 美国也很严重 那我们不要去美国 这样就好了 对 大家在台湾自己里面玩 对反正 饭店也都大家都经营不下去嘛 都在求售嘛 对不对 反正就是尽量嘛 台积电今天330 你记不记得这张图卡 在3月19号的时候我印出来 很多人在笑我 到底在干什么 那一天最低点 那一天最多人在line上面 问我台积电怎么了 我说没有怎么 那天报价235块 你只要买在310块以上的 全部追缴融资 追缴哦 因为你得到这里了嘛 你是买在这个上面以上的 全部都要追缴 连台积电都会追缴 那你再去看去年10月11月的时候 很多人跟你讲台积电拿来存股 那一批人已经抓去中了 差不多啦 那个坟头草就跟我们人一样高了 台湾50也是啊 那时候台湾50来到67 你买在87.5以上的全部断头 现在给你回来咯 哇 所有人现在还开始喊 我跟你讲啦 那个存股啦 那个随便买啊 每个月都买一张啊 以后你就发大财 是吗 10年前的台积电 15年前的台积电你可以这样做 绝对没问题 台积电现在走到一个历史的最高点 市值的最高点 你觉得还适合吗 就看你啊 好 大力王今天业绩出来啊 六月份的业绩还不错啊 逆势成长 我说 所以你这个嘴巴还是要打两下 你说什么下半年看不清楚 明明业绩就是往上成长 你还给我说看不清楚 真的是嘴巴给你打两下 人家也是会看错的时候 所以要宽容一点 对不对 你不要老师股票推荐没有涨停板 叫老师嘴巴打两下给你看 没礼貌 跟你讲这种投资人是没礼貌 拜托你去看别的老师的节目 那我在line上面有推荐一档 新冠克星 我讲一个礼拜没有人要理我 就今天胖涨停 大家就开始说 哎呀那家到底是什么 我想要知道 我跟你讲 你这涨停了 买不到了你才有兴趣 那我告诉你 你不要急 会员你不要急 明天跳空涨停 我们大家拭目以待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后面媒体啊报纸会跟你讲 发生什么事情 反正我现在就不吭声 预告我也给你预告啦 那你想要知道你在line上面报名 我们都有通知你 我们都有私讯通知你 你不要在那边抱怨说什么 哎呀这个价格怎么那么贵啊 那个又不能融资 好可惜喔 我本来要买的啦 你再跟老师讲一下 看有没有什么拉回机会再买 都给你一个礼拜买了 你还嗨嗨叫 这也是很多的 你自己加油啊 有些有些股票 我们就不要在台面上讲得太清楚 对不对 你今天在跟我讨论说什么 啊老师啊那个细维今天又涨停板 怎么样 拍拍手啊怎么样 对不对 拍拍手啊 那不安呢 对不对 礼拜五涨停板你也是不理我吧 对不对啊好那今天再涨停板 是不是说 国具今天有大涨吗 啊如果砍价两成你受得了吗 今天国具是这样喔 哎 起200点喔 他找盘居然还是破滴之后才拉上来 逛逛的啊 有多少人是中股票 你自己看就好了 指数喷出去的他根本没动 你自己看就好了 对 康康 你来找我啦 我已经讲过了 该出的时候我们都有出公开讲 2月14号群人节 4月9号 创伟 这涨停板了喔 老师啊这个喔 哎老师我觉得他涨很多了耶 哦 啊享受了耶 享受怎么办 享受以前的100多的股价而已啊 现在为什么1700嘛 你告诉我 哪涨很多 没有啊 那我问你啊如果上个月月季出来 又获利创新高又营收创新高 那请问一下 这是刚开始还是结束 他不是乱涨的股票 他是公布都有获利的喔 对不对 而且获利是创新高的喔 那我买4次也跟你讲了嘛 对不对 三天买4次也拿证明给你 之前买你怎么都不理我 之前节目讲你为什么都不理我 对都不理我嘛 对不对 久洋 为什么你看不懂呢 那一定要涨停板你才会注意到他吗 那先不要涨停板好了 反正就创新高嘛 对不对 那重点不是谁 我都公开讲啊 你很多line上面的 都是那个小资组 他们说哦老师 啊哎老师你才是佛心 都明讲 真的赚得到钱耶 那我告诉你 现在是资金行情 你一定敢买的话一定赚得到钱 我告诉你 万一回党 甚至走空了 我告诉你 我还是会赚钱 我还是会带你赚钱 因为有些股票还没涨 公司自己公告净值增加23块6 这是什么样的公司 你会认同吗 不会啊再看看嘛 对不对 你有没有8000万去买一家公司的股票 买3% 你奇怪啊我奇怪 我不知道 对不对 这两个股票后面到底什么题材 为什么敢连续大涨3天 报纸快要爆出来了 等着拭目以待 希望你是赢家啦 不是在旁边一一边 散一边凉快的酸民 祝你大赚 我明天见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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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